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老先生 这桌菜是沙莉亲自为您做的 您试试看 爸 您吃 我吃 我吃 这些菜 真的是你做的 我从小就喜欢烧菜 肚子饿了 没饭吃的时候 就自己弄一些东西放到锅里 反正乱七八糟的 填饱肚子就好了 后来慢慢地就喜欢上了 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啊 在澳门的时候 没少沾沙里的光 他在这方面特别有天分 现在在饭店的厨房 给大厨当主手的 干得很不错 女儿 难问你了 这些眼 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都是霸躁的你 爸 爸 您快尝尝 我吃 我吃 好吃吗 好吃 真好吃 我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 我在临死前 能吃到女儿亲手给我做的菜 是老天爷 老天爷有眼 爸 你别这么说 我和哥哥以后 都会好好孝顺您的 不 我不配 不配 你哥哥他恨我 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文老先生 一会儿 文泽凯也会来 真的 泽凯一会儿也来 是 是这样的 我们几个临时的一个安排 刚刚通知他 他还在路上 所以啊 请您 不要生气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泽凯 他什么时候来啊 我迟到了 我迟到了 好戏永远不嫌晚 更何况 凌重光这么精心策划了一部 催泪清情大戏 不管怎么说 也要等我这个男主角出场吧 要不然 不让所有在座的客人失望 你怎么这么说呢 里面做的事你叛了二十年的妹妹 还有对你满活歉意的父亲 你敢说这么多年来 你就没有想过他们 没有偷偷地流过眼泪吗 如果我告诉你有 那又怎么样 我要出场了 哥 我出场了 你起来 对 你上年好 你帮助我 我一会儿 和你啊 我行 他走 到 这儿 我听说 何听说 我听说 马兄 在庚谷 你很容易 看来我这个当哥哥的 无论怎么对你好都没有人 还不如林重光的一根神 我在你们眼里 就是一个十恶不赦 不懂人情的恶魔 所以你们今天 再联合起来做一场亲情大戏 让我在大家面前 向这个抛弃我的父亲低头 泽开 别这么说 我知道错了 再给爸爸一次机会 好吗 给你一次机会 那当初你抛弃我们的时候 有没有给我们机会 我想你是搞错了 当初我来找你 是因为我知道你活得很坎坷 非常可怜 所以我给你钱 是想让你活得像个人样 现在怎么了 泽生妹妹 想我乖乖地 做你的好儿子是吧 你再做文汝 我再重新告诉你一次 我问泽开 没有爸爸 从来都没有 泽开 我知道 我不配 我不奢求 你能认我 我今天见到你妹妹 知道你们生活得很好 爸爸 爸爸死都毕严了 泽开 儿子 爸爸给你跪下来 爸 哥 你干吗这样啊 阿勒 你干吗这样啊 哥 你干吗这样啊 阿勒 好 去去 等下吧 也许就是你的话 才能听得进去 好吧 你们也不要太往心里去 其实阿勒 这个人 泽开 你兄弟 他是一个表面上非常冷 实际上心里是非常热的这么一个人 就像是那种 那种 那种 有问题吗 吃吧 我去那个 好 来 爸 您别难过 我哥他 不 我不难过 不难过 孩子 小时候 家里太穷了 买不起像样的玩具 有一次 经过一个地摊 你看到一个小鸭子 哭着闹着让我给你买 这个小鸭子是 这个小鸭子是 这两样东西 我一直放在身边 你和你哥生日的时候 我就把它拿出来 你看 你看 他连 嘴都坏了 是你睡觉的时候咬的 你睡觉的时候咬的 你 ô 妈 妈 你别难过 妈不难过 妈是高兴了 爸 妈 妈不是难过 妈高兴了 高兴了 对不起 没有用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也不愿意认这么一个爸爸 就算再穷也不能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 其实你现在的心情 我特别能够理解 我知道让你认她 就等于把一个旧的伤口重新撕开 这种痛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 在小的时候 在孤儿院里 因为个子长得小 所以常常被一些长得高大的孩子欺负 我那个时候在想 如果我有爸爸在的话 他一定会出来为我出头的 而我的人生就不是那么悲惨了 所以我告诉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再见到他的话 我一定会把这些屈辱十倍地还给他 我也会问他 到底我跟我妹妹做错了什么事 他要这样抛弃我吗 我知道 不管是任何的原因 他都不应该遗弃你们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这就是事实 你们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这种血缘关系 永远都不可能分割 只是我觉得这个道理 他可能明白得晚了一些 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特别地歉意 特别地内疚 他其实很想觅觅你跟沙利 真的 如果能够放下过去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生活中间有更多的美好在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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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先生 要不您今天就住在饭店吧 也许 也许 也许待会回来的 算了 不要难为孩子了 林总 谢谢你了 今天麻烦你了 别这么说 别客气 文爸爸 上车吧 司机会送你回去的 不用了 我年纪大了 可 可腿脚还行 我想一个人走走 你们忙吧 你们忙 你还是我哥吗 爸爸已经知道错了 你还想要他怎么样 他年龄已经那么大了 你难得让他一辈子 都受到良心的谴责吗 这个是爸爸一直带着的 他一直留在身边 他说他未有这样的儿子 骄傲 爸爸说请你原谅他 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哥 爸爸走了 他真的走了 你快去把他追回来 哥 我求求你 你快去把他追回来 哥 哥 祝他 哥 ноч sa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恨你 爸爸 再看 爸爸对不起你们兄弟们 爸爸是碎人吗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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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 婷婷 你怎么来了 我看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 坐 这么晚了 你过来不只是为了看看我吧 我来谢谢你 谢我 是温泽肯让你来感谢我的吧 但我还一直担心 怕她怪我干涉她的家事呢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嘴不饶人了 跟你家宣一个口气 怎么样 她还好吗 今天对她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痛苦 没想到 这么一个无所顾忌的人 也有脆弱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 心里都有 不愿意被别人处击到的伤疤 只是大多时候 把它隐藏起来罢了 你现在是不是比以前更了解文泽凯了 是吧 我觉得她跟我以前认识的不一样了 变得跟二人心疼 跟你说这些好奇怪啊 跟你说这些好奇怪啊 怕我吃醋啊 你们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真的 你一点都不觉得别扭吗 我不相信 童馨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啊 做你的朋友 真的比管理一个饭店都难 好吧 说真的 如果 我真的就这样和文泽凯在一起 你会看不起我吗 我知道她是饭店的敌人 可当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慌掉这些 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想把我的下半生 彻彻底底地交给这个 让我越来越觉得真实的男人 这样很自私吗 你确定 她能够给你带来幸福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她需要我 也许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吧 如果你想好了这是你要的生活 就别顾虑那么多 珍惜你所得到的幸福 那你呢 春光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佟经理也在 没关系 我们再聊天 我听说你没吃饭 就简单给你准备了点 谢谢 那你们继续聊 我先走了 没关系的 我们已经谈完了 没关系你们聊吧 在这儿 等等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送你 童鑫 你等我一下 我先走了 走吧 你把童鑫 你一个人留在那儿 不太好吧 让一个跟我送晚餐的女孩 晚上一个人回宿舍 不太好吧 你今天心情很好吗 还可以吧 你爸最近没来烦你啊 没有 其实我比我爸固执 我爸越不让我做的事 我就偏要做 我爸越不让我喜欢你 我就要喜欢你 爸 现在的孩子 这么让大人操心了 对不起 大香 不管你爸对酒店做的事 他毕竟是你唯一的亲人 有时间的话 还是应该回家看看 回家干嘛 回家听我爸的话 让我彻底放弃你吗 也许你爸说得对 你现在还年轻 考虑问题还不成熟 我 我不能对你做出任何诚 其实你在我眼里更像是沙利 我更愿意把你当作妹妹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就像时间一样 他不会因为你推了他一把 就兜走了 也不会因为有什么阻力 就停止不起 我只要这样 每天都能静静地跟你在一起 每天都能看到你的笑容 我就可满足了 好吧 我可以随时满足你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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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已经找到你的幸福了 顺便说一下点心很难吃 还在生活期啊 哪有空啊 对了 那个李荣豪约我们出去 不知道又想什么鬼主意 是啊 是挺奇怪的 那你觉得他会干什么呢 他 这李荣豪又不是什么正经生意人 他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见不得光的 我们还是小心点好 好 哥哥 是 阿里 怎么这么早 我昨天晚上都没睡着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 本来以为 能见到哥哥就已经很幸福了 没想到还能看见爸爸 我现在也有家人了 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了 萨莉 现在你不再孤单了 哥哥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 我送你去香港 让你念最好的大学 做最好的法子 你要做什么 哥哥都会支持你 哥哥 好好不照顾你 我现在除了你们之外 最在乎的就是这个饭店 这里的每个地方 每个人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我现在很知足 我可以做我喜欢的工作 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哥 为了我 你能不能不要抢我们饭店了 你是有大本事的人 你帮帮我们饭店吧 我实在不忍心 看钟光哥那么辛苦 他真的对我很好 他是我们的恩人 你答应我哥哥 好不好 老板 我们得走了 好的 好 以后再说 哥哥 他说他们想见见你 我会安排的 我已经决定了 等拍卖的股份一到手 就把它卖掉 我已经跟国外的一家 连锁饭店接触过了 他们都很感兴趣 而且给的价钱还不错 你想把它卖掉 我是一个商人 谁出的价钱合适 我就把手里的货卖给什么 李董 你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九龙不卖出去 他很有可能 连名字都留不下了 我相信 何董事长是不会同意的 这孩子都养不起来 要送人 还在乎他姓什么呢 董事长已经决定了 当然 你们那边的动作要加快了 我已经等得有点不耐发了 你慢点 你慢点 你老板 阿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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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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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年 去去去去去去去 谢谢大江哥 还跟你大江哥客气 你是我们后厨的公主 我不帮你帮谁啊 我们啊就是七个小矮人 这不是太闲了 还不快去干活 哥 你怎么来了 刚工作完所以过来看看你 喂 先生 别来看看啊 不了 不打扰你们工作 你们先去忙吧 好 你先去忙吧 好 今天晚上来我们家吧 就是小鲜姐的家 我给你做好吃的 好 我一定到 赶紧去吧 好 雷师傅 这个怎么用 这个你先摆上去吧 是这样吗 是这样 大东西 好 赶紧拿 这个也需要吗 是这样 来 来 我的美好 st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平常你都会迟到的 说饭店怎么忙了 那个客人怎么怎么样的了 有时候啊 我真的觉得你像个女仆 女仆 在饭店为每个人服务 先生 准确地说 我是饭店的服务工作者 那你这个饭店的服务工作者 会不会做饭呢 我除了泡面还是泡面了 反正就一个人比较好打发 那看来你跟我妹妹中午 还占了不少光啊 那是 你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妹妹 对了 沙利还说 今天准备个大餐 让我早点回去呢 她也叫我去过 原来我是沾了你的光啊 这里真好啊 事也这么太过 心情也变好了 这可是我童馨的命令花园 你是我特批的VIP 通着乐的 谢谢 谢我说 我真想能够把这一颗留住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干 你说这样多好啊 我做了红豆冰 尝尝好不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也喜欢 很清爽 比冰激凌好吃多了 我原来在我们经常做 冲光哥也喜欢 林冲光对你很好吗 要没有她 我走完了 她呀 就是我的守护身 萨莉 我知道你以前受了很多苦 不过从今以后 哥哥我会好好照顾你 你更 half过头 又忘记拿药椎 你得小心点 冲光哥 你怎么来了 是啊 我顺道ls 过来看看你们 你 文先生也在呀 是啊 童馨还没有下班 本来我们远好三个人 尝尝妹妹手艺的 我做了很多好吃的 我给你盛碗红豆冰吧 夏令 不用了 难道你们在一起吃饭 我就不打交了 刚好我酒店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再见 崇宽哥 崇宽哥 我送你 千万记得去红宝市核对一下 明天客人要喂住 辛苦了 下班了吗 我正准备 你怎么来这儿了 在家等我就好了 我急着要见你 所以就赶过来了 那我赶紧换衣服 等我一下 今天怎么这么好 最后下班 刚才我在跟沙里 吃红豆冰的时候 明初光来了 虽然是短短的几十秒 但是 确实难受 你们怎么像两个小孩子似的 可能我对他之前没什么好印象吧 所以他是从心底里排除我吧 崇宽不是这样的人 他甚至对饭的那一个清洁工都很友善 是你想多了 你很了解他吗 我们从小就认识 然后一起进了饭店 当初我的培训也是他做的嘛 崇宽这个人 聪明能干 就是脾气有点大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我知道 他在你心目中是一个完美先生 放心了 我不是吃醋 其实 我是从心里面欣赏宁崇宽这个人 真的 对了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想跟他吃顿饭 好好聊聊 可以啊 只是我能帮什么呢 帮我约他 你知道的 如果我约他 他肯定不愿意 行啊 那我就做你们之间这支和平哥吧 我决定了 等拍卖的部分一到手 就把它卖掉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九龙湖卖出去 他很可能连名字都留不下 这孩子都养不起来要送人 还在乎他姓什么吗 刚才六二五的这颗反应地板的 就是晚上 我许是能帮我 你也不能合上 我认为他都要汇训 有什么好过 我认为他 会给你 我认为他 来 你 我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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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工作 对了 您先生平常喜欢做什么吗 我是一个很乏味的人 除了工作 还是工作 这点我可以证明 他就是一个工作狂 每天从早到晚 连饭店都不离开 我现在理解 你们对这个饭店的情感 你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保存自己的家 文文先生 你怎么理解我们之间的游戏呢 游戏 你们之间有什么游戏啊 你不用问了 这是我和文先生之间的游戏 你好三位 给您菜单 谢谢 您的 请问点些什么呢 给我来一份牛排套餐 给我一份海鲜面 好的 我要 给他一份牛排套餐 海鲜面 我不是很饿 你给我一杯橙汁就好了 好的 给他一份牛排套餐 再加海鲜面 两份都要吗 两份都要 我根本吃不下这么多 这是浪费 其实我就喜欢吃上次的那个酸辣粉 喂 我是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对不起二位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我先去没单 是没了 是没了 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什么打算 伯父跟沙利 准备怎么安顿他们 他们两个我肯定会照顾的 不过 要等饭店的事情完成后再说 嗯 也就是说你还是会继续 我做事情 一向是公司分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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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沙莉怎么还没睡呢 改天吧 我觉得 她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早点睡觉 好好休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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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喂 你进屋了吗 还没有 怎么了 沒有,我擔心你害怕,所以打個電話來問問你 要是我真的遇到歹徒的話,你也來不及救我 你放心,我絕對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的 我進屋了,你專心開車,晚安 晚安 謝謝